给我看看 你看啊 刘律师 喂 老刘啊 上一次不降话 喝酒怎么能耍赖啊 说正事 那个 那什么 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 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 还是这么回事啊 这打他的吧 是他二哥 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 行 得了 那行 就这么着啊 怎么说啊 聊完了 刘律师说 轻重全看你 谁呀 你是竟然说废话了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了 我还得提醒你 做好准备面对舆论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舆论对我来说不像 好 你好好歇着啊 这两天啊 江南我替你盯着 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 马上就到 那我走了 你等会儿 帮我把床咬下去 好嘞 对方已经起诉了 您丈夫呢 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 在开厅前 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 您还是尽快 给他找个律师吧 警察同志 像这种情况 大概会判多久啊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 得看判决结果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对方已经起诉了 您还是尽快 给他找个律师吧 好 喂 朱利亚 喂 大哥 我知道你很忙 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 茗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我去找他求情 可是他不肯见我 我知道茗玉现在肯定不会 轻易放过明成的 但是大哥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 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那个 朱利亚 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 一定要先冷静 大哥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 大哥 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 妈如果在世的话 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妈妈现在去世了 爸也不管 大哥 你是家里的老大 明成是你的亲弟弟 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不是一直在给茗玉打电话吗 但她是她也不接电话 你也知道她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对不对 你打算跟我说了 说我这个茗玉啊伤得很重 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 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 我该怎么说 大哥 我知道明成他错了 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 我一定带着他去跟茗玉好好道歉 大哥 这事你必须管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救茗玉 我等你回复 朱莉 你听我说吧 喂 你有没有 你听我看 你也去哪里 不过不过不过不和 你看 我你得救你 我看看 你本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明哲 喂 老婆 你在干吗呢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是这样的 我爸给我来电话了 他不会让我回去 关关明哲和明玉的事 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 我现在就往回赶 你不许回来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 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 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 你是替明玉出记 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明哲 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 你就不要回来了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 能发生今天的事情 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 我也得赶紧离开 菲菲 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 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 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城了 这明城很可能会坐牢 我不想听理由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回来 再躺这趟浑水了 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行行行 那我就不回去 那不这样 你现在去找我爸 你想办法 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军 苏明哲 你的心还是肉掌的吗 我一个人带着小咪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都没有合过眼 饿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 这一件事接一件事的 我是有三头六臂 我还是超人啊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 我不应该再给你找事了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明城去坐牢吧 我妈不在了 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 我爸必须得管哪 你说这个明玉起诉明城 明城去坐牢 你让朱莉怎么办 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我说不去就不去 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菲菲啊 苏公 晚上要做一下系统调试 你准备一下 什么 系统调试 好 好 姨 你看 爷爷 爷爷 奶奶 爸爸 爸爸 二叔 这谁啊 姑姑 对 年轻时候的姑姑 童梦 不要 不要 承担 别人 别人 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啊 吃啊 吃吧 爸 您这儿去哪儿了 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 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 快快快 进屋进屋 来来来 爸 我就不进去了 那个 爸 明哲让我来找您 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他俩的事啊 莉莉还有俩亲家 这事都找过我了 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城求情 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明玉是您的女儿 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也是啊 吴飞啊 你这老在国外 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 咱们家这情况特殊 过去你妈在世 大大小小事情 都有你妈来管 现在你妈不在了 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 说以后家里的事啊 都由她来管着 我看这事啊 还是让明哲管吧 明哲她加班回不来 她特意让我来找您 就是要告诉您 明玉已经起诉明城了 这山海岁一旦成立 明城就得坐牢 明城要是坐牢的话 那她跟朱莉的这个家兴许就完了 我说话明玉她不听啊 爸 这事明哲也管不了 必须由您来管 明哲 你就让明哲请个假回来一趟 明哲她专门让我来找您 就是为了告诉您 您得去找明玉 他管比我顽强 爸 这事 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是您去还是不去 您自己看吧 那我还有事 我先带小明回去了 跟爷爷再见 哎 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 有那么严重 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 你让我全门话我已经跟你爸说了 至于他去还是不去了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还有 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问了 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 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走 走 小明 妈到了 老聂啊 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 这个事我还真得求你 你认识人多呀 你看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 有没有跟咱们这个排出所熟的 家里边出了事了 挂了挂了挂了回来了 爸 我知道您没睡 您儿子现在已经被起诉了 还被积押到看守所了 您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 他会被判刑坐牢的 我一个退休老人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去医院找茗玉 求他放过茗城 茗玉也不知道被打成啥样了 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你觉着我去 能有效果吗 爸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您别怪我 也别嫌我说话难听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茗玉 那好 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 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 断绝父子关系 从此以后 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 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 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 让他心里清楚 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 是你们苏家人 是你们都不管他 不努力 不是我这个件事 不努力 不是我这 fix it 不努力 Justice 把爸借来的 我希望爸能够向民喻求情 让他放过明成 不能让明成 真的被探勤坐牢了 后半辈子就毁了 那咱们 进去吧 哪个病房啊 三二一 你这个脾气啊 我正怕我说不了的呀 我 我 这屁 爸 您去哪儿啊 您是一家之主 现在只能指望您了 您别忘了 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 那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我不能进去 明月他不想见我 等了 妈 我要跟您进去 可您全得被轰出来 爸爸 爸 朱莉说得对 明成把茗玉打成那个样子 茗玉肯定不愿意见她 再说如果朱莉真的 跟您一起进去的话 茗玉就知道你们是来找她求情的 到时候您更不好说话 大草分析得有道理 爸 不是我不想陪您进去 是茗玉她不见我 所以今天我最好也别出现了 爸 到时候进去之后 别直接说 先关心关心茗玉的伤情 等她心情稍微好一点了 再说茗玉的事 我吃了 她心情会 我下心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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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爸 您怎么来了 这是你二哥给你打的 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谁让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我早就想来了 爸 他们拦着 说怕我见了你伤心 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我没事 还没死呢 呸呸呸 别说这话了 看见你真让我真久心哪 从前我出事 您都是不闻不闻的 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气了 都不太像您了 别这么像你爸啊 爸真的很生气 你二哥做得太过分了 从小他就老欺负你 你妈有偏心眼 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 爸是个江里的人 江公平的人 是命中的错就是他的错 就是他的错 爸这回也给你做主 以前呢 你妈是太厉害了 爸也不敢说什么 是让爸没本事呢 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 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 明晨敢这么欺负你 她还护着 我肯定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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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第一次想得我什么话 你放心 明晨 你放心 明晨 你把他放出来 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都是一家人 你又是他亲妹妹 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爸 您刚才说 让我把他放出来 是啊 放出来 现在就放 我拉到他上你面前来 让他向你道歉 向你承认错误 向你低头认罪 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知道 你绕来绕去 就是来替宋明晨求情的 大嫂 你说明晨她能给爸这个面子吗 我也不好说 如果明晨真的给爸面子了 那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明晨 还是不原谅明晨的话 你也别怪他 毕竟 你说如果爸都不能 说服明晨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我不能看着明晨 被判刑坐牢啊 他以后出来怎么工作 怎么去见人呢 后半辈子就毁了 朱莉 你先别着急 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 明晨的伤情啊 他真的伤得挺重的 大嫂 我不是不关心明晨 是现在明晨还被关在里面呢 他只要在里面一天 我就没有办法冷静 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 但我也没有想到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明晨会去打人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 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 但是就算是有矛盾 一家人哪 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啊 真的要是打残了 打出人命了 那谁能好过呀 我当时是亲眼看到 明晨伤得有多惨 满地的血 站都站不起来 如果你将了明晨的伤 你也能理解 能理解明晨为什么不肯放明晨 苏明晨也是 做事太冲动了 根本就不够脑子 大嫂 你是不知道 自从妈去世以后 明晨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脾气特别地暴躁 你说得没错 他苏明晨打人就是不对 大嫂 你放心 只要现在明晨肯答应 放明晨出来 等他出来了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我知道你委屈 让他大成这样 明晨还是个人吗 可您冷静下来想想 可您冷静下来想想 你说你二哥 这要是被判了刑 丢了安迪 那将来还怎么找动作 还怎么见人呢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 饶过他这一回吧 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 爸不想看见你们两扮俱伤 都是您的孩子 我怎么就不相信了 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 你都不肯站出来 替我说一句话 你今儿去跑出来 替宋明城求行 你还敢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你还知道两败俱伤 爸也是心疼你的 我感觉不到你 爸 我想问你一句 您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大小 我妈打我 你就钻厕所 我妈骂我 你就假装看报纸 这些事我都记得了 你有点衣服看见没有 一会儿跟我洗 你有手有脚 凭什么让我洗啊 好什么炒啊 回来就炒 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替宋明你是不是 爸你别走 我 我我不走 我吃完了 我从边上坐上去 你们吃你们吃 你跟我们住 就不能学习了 你别那么多事了 爸 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我 我上厕所 爸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过不去 我永远都过不去 我大哥要出国 家里没钱 你们就卖了一间房供他 宋明成要结婚 你们又卖了一间房 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我能 我也是你们女儿 你们为我做什么事 那跟我没关系啊 那是你妈 都是我妈的错 那你说过她一句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想考清华 我妈不让我上 说没钱供我 你在旁边附和 你跟着她一块儿 终结了我的梦想 你刚才还好意思说 你要为我做主 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一件事情 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 爸 你愿不得我瞧不起你 你背着我妈的时候 就只懂得抱怨 你当着我妈的面 你就是个窝囊匪 你太不像个男人了 别这么说你爸啊 实在是你妈太硬了 我也不敢说话呀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一直都怀疑 怀疑我不是你们亲手的 我今天实话告诉你 我还真久做过DNA检测 你这孩子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我就是想证明 我不是你们亲手的 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 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 我居然真是你们亲手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假人 我 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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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知道你委屈 爸对不起你 可是你也不能 跟爸说这个话呀 爸心里一直有你 你住医院了 爸也睡不踏实啊 你行了呗 你今天来是为我吗 你就在宋明城家 住不下去了吧 是大哥和朱利 让你来的吧 你还真是 果然 被我猜中了 亏我刚才还傻呵呵地觉得 觉得你还真的变了 你既不会为了我 也不会为了苏明城 你只为你自己 所以你这么想吧 不管是谁让我来的 爸 爸还得求你 求你绕了你二哥吧 别让你爸为难 我求你们了 你们别再比我了 比起了 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明依啊 好好养伤啊 早日康复 爸惦记你 其他不重要 其他不重要 你说这个明城可真是 惹谁不好 你说他非 非要惹你 还是你妈 还是你妈了解你呀 她知道明城闹不过你 我妈太了解你了 明依啊 你太像你妈了 太像你妈了 爸 怎么样 明依怎么说 说是明城啊 招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明依 连他妈以前都拦着他 不让他招惹明依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到底怎么说的 反正理理 我来也来了 该说的我也说了 他看见我来了 他更生气了 他说了 根本就不让我管 我就说吧 这事我根本就管不了 我早说了 我跟您一块进去 我去求他 来 莉莉 他和他妈一个样 说话半生一点不留情面 他现在跟气头上呢 我看见我都怕他 要不咱们这样吧 咱们干脆咱们 都回家吧 没用跟这儿待着 没用 你怎么能走呢 事情都没有办成 怎么走啊 你就这么忍心 看见自己的骨肉香残吗 就这么不管了 不是 我 我没说我不管呢 我这不也管了吗 可是我管不了啊 这不是 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 那是冰桶三尺 非一日之寒哪 哪是我一句两句话 就能给说好的 你也逼我的行不行啊 我逼您 妈去世以后 您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长辈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您不应该管吗 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子吧 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 儿子要打女儿 女儿还要起诉儿子 那说来说去 都是你们苏家自己的事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那就是您这个当爸的 没有尽好长辈的责任 所以今天啊 我还真就逼您了 这事儿哪儿 您管得了也得管 管不了也得管 我 我偷疼 我偷疼 我这 我 我这被血压 血压高了 爸 要不然我们 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我 我想静静 我想静静 您这高血压 总是犯得特别及时 大嫂 爸她没事 明诚以前就说过 只要家里出事儿了 爸就要着急上厕所 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 我这药也没拿 我这头疼的 头疼死我了 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 苏明诚真是可怜 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 行 你们苏家人都不管他 我管 我是他老婆 我去想办法进来吧 朱莉 爸 你要不 咱们去看看 是吗 无非咱们回家吧 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小咪 走 飞爷回家 我来 来 爷爷 抱 我 我 我你 你 什么第一笔啊 我 不找了 不找了 吴飞 你过来 你过来 怎么了 爸 房子是看成什么样了 今天本来是约了一家要看的 但您现在不是血压高了吗 我血压下来了 不高了 不高了 我看你啊 赶紧给我看房去吧 你看哪套 爸都满意 你订哪个 我住哪个 爸 您放心 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在选 现在有几个备选 但是我要再比价一下价位 别比较了 别备选了 赶紧看 赶紧买 爸 您听我说啊 这个买房子它是一个心理站 要是让对方觉得咱们着急的话 那没准他临时会加价的 加价就加价吧 管他哪套呢 赶紧买了 买了我好搬走 您就那么着急啊 着急 爸非常着急 爸求求你了啊 吴飞 我一天就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 你也看见了刚才 莉莉对我那样 我 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爸 钟立那不是冲您 他着急的是因为 他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你是不知道啊 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 那莉莉早就看我不耐烦了 他现在又在气头上 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 我看他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爸 您放心吧 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 遇到这种事情 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 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 体谅她呢 谁体谅我呀 我看这买房的事啊 光靠你也不行 你要不这样 你 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 抓紧办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 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 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那怎么办哪 两个儿子 一个被关里边了 一个躲着不回来 你让我这孤花老人 我就该溜溜街头啊